秋天到了,又到了吃板栗的季节 板栗好吃,但是壳非常难包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种给板栗快速去壳的方法 用烤箱不用炒,一秒一个快速包壳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千三连求关注 大家看到这个面了吗?这就是板栗的屁股 在案板上放好给它一刀 这个位置表面粗糙,切的时候不易滑 就算滑,也是滑到外侧,伤不到手 一刀切好之后,放入清水中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把板栗搓洗干净 煮上一锅开水,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煮沸之后,倒入切好的板栗 盖上盖子,关火焖上五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我们的板栗也已经泡好了 一定要趁热包,一秒包一个 板栗磊刻刻完整,一点都不沾磨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 掌握这个小技巧,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包出一大盘 接下来我们使用第二种方法 只需要一个饮料瓶的盖子 放在案板上把板仪放进来 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给板面开壳 用到切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滑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清个好物苏博尔电瓶称 我们全部倒进来 瓶铺整齐开口朝上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和板栗持平 直接盖上盖子 煮上9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 真的是太好看了 板栗个个笑开了花 接下来我们准备上一点蜂蜜 在板栗的开口处我们刷一下蜂蜜 这样可以使板栗更加的软糯香甜 刷好之后继续盖上盖子 焖上5分钟 现在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用电瓶称煮好的板栗 粉糯又香甜 用饮料瓶盖给板栗开壳 各个笑开了花 真的是一秒一个就可以轻松的给板栗去壳 两种方法你喜欢哪个呢 爱吃板栗的朋友一定要试试 关注主播有好菜 没有配方只有爱 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 无论 没 这么